我们再介绍感应与反应 那我们这边来介绍几个例子 像各位看到这个影片 我刺激它 它开始跑 我刺激它 感应到我的刺激 它就产生相对的运动 刺激 感应 反应 这是我们做的蟑螂跑步机 那请各位先把 画面往上看 这个反应是什么 这叫做战斗或逃避 但是很少人会叫它 战斗或逃避反应 因为念起来太长了 英文叫Fight or Fly Fight 打架 Fly就是飞 所以就是指 当你遇到危险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么就跟它拼了 跟狮子打架 要么就赶快跑 然后看谁跑赢 他赢了他就有晚餐 你就死掉 你赢了他饿肚子 但是你活下来 那这个反应一般会翻译成 战或逃避 因为战斗或逃避太长了 战或逃 它指的是当你遇到刺激 这个刺激可以直接影响你的生命 影响你的未来的幸福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很剧烈的 很快速的反应 来让你活下去 那这个反应就会叫战或逃反应 就是很紧张的时候 很危急的时候 你所发生的反应 那各位可以想象 你过去的经验中 你被吓到 你很紧张的时候 你的身体会出现哪些反应呢 这些反应就是 fight or flight 战或逃反应 那我很快速的念一遍 比较有名的几个反应 首先 瞳孔放大 手心冒汗 呼吸急促 加深加寡 心跳变快 血压增加 肌肉张力增加 口干舌燥 以上这些都是 fight or flight 在人体身上表现的反应 那我刚刚说的那些反应 当然说为了让你活下去 可是在现代的社会 你几乎找不到狮子追你了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这样的 fight or flight 反应 它的刺激者 已经不是以前那些掠食者了 而是其他 例如 各位 下节课考默写 不及格者 直接二一离开学校 天哪 怎么可能 你看开始手心冒汗 从我放大 心跳急促 或者是妈妈说 从明天开始 零用钱 减半 哒哒哒 哇 减半怎么可以呢 哇塞 那我的零用钱 从十亿变五亿 少太多了吧 啊 我看一下 怎么可能 所以fight or flight 反应 就是这些 那我刚刚说的 瞳孔放大 为什么瞳孔放大 可以帮助你度过危急呢 大家 当你瞳孔放大的时候 不是哎呀 好像带着放大便 好像卡哇伊 很可爱 跟狮子老虎求情 我这么可爱 你适合吃我吧 当然不是这样啊 越可爱越想吃掉你 对不对 主要是因为 你瞳孔放大的时候 是不是进来的光更多 进到眼球 被视网膜 侦测的光就增加了 会让你看得更清楚 你的敌人 或是你的掠食者 在哪儿 看清楚 你才能打破他的要害 或是逃到对的地方 所以这样做 其实对你有伤害 当你瞳孔放大的时候 更多光进来 更多光照到视网膜 其实会造成 视网膜的细胞受伤的 因为光就是能量 能量过高 你会 眼睛的视网膜会受伤 但那时候 你绝对不会 瞳孔放大 还带个默契 哎呀 眼睛好亮啊 我的眼睛这样受不了 你都要死掉了 也要围急 所以那时候 宁可放大瞳孔 看得更清楚 让你活下去 活下去之后 眼睛不舒服 你再去看眼科就好了 对不对 就这样 那为什么手心要冒汗呢 为了让我们的祖先 包含你们 手可以抓住对方 或抓住树枝 你好爬树 手干干的 其实摩擦力太小 抓不住 你有点湿润 你可以抓住那只熊 然后来个过肩衰 或是狮子在追你 可以很快速的爬上树干 抱得紧一点 增加手的摩擦力的 那其他的反应 各位可以想象 呼吸变强 循环 血压变高 都是为了增加你的代谢 好 那为什么 那个口干舌燥呢 我们在高一 其实不会讲为什么 在高三 在讲 那是交感神经作用时 你为什么要口干舌燥 我们那时候再说 好 这是第一个我介绍的 其他的反应 就比较简单了 那生物中有很多种 有细菌 有真菌 又有原生动物 原生生物 光是原生生物 或是细菌 有很多就可以感应 光线温度 或是化学物质 包含化学物质中的 食物 或是化学物质中的 有毒物 你要过去吃掉它 还是远离它呢 你就会有趋向 或是回避的反应 那以上这是 非动物 非植物的原生动物 细菌 增菌都有 那植物中的寒羞草 叶肺一摸 它就寒羞了 也在动 你一刺激 它就合拢了 那植物也有相光性 相光性就是阳光照 它就向着阳光生长 那不就是刺激 跟我相对于的反应吗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 感应与反应 以下我给他播这个影片 可能会没办法 这么顺畅的播 因为我同时录影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关掉 我就不录影了 这是直接展示 所以回去看影片的人 你就看不到 这个影片在说什么 你就要到现场来听 我们下期再见 有没有 我们下期再见